你手都動不了 你這樣手沒有力 這裡 整個肩膀 這邊有個後膊 加上腳 加上核心 然後上而下掃下去 是不是力量差很遠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上次講了我們防守 今次我們都會講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巧 它除了可以讓你擺著對手 亦都可以讓你保護你的球 今天我們會再講多次 Swing 手搖保護 搖球 拿著球去搖 有沒有融 平時有沒有融開 我很少 很少 假設我比賽 我把球交給你 假設CM抹著他 你有搖的 少少 有搖 但不會好 剛才阿豪有搖 亦都有保護 即是我們每次接球 應該都要做的是三協勢 是嗎 嗯 知不知道三協勢 很多人發覺不太明白 什麼是三協勢 知不知道三協勢是什麼 傳球 橙、倒嵐和射球 三個威脅 全球 頭嵐和個人 運球 三個威脅 但你剛的動作 再做一次 你射到球嗎 扭闊 雙胖 擦闊 你的動作本身是 你貼在肚子裡 射不射到球 射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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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你本身的三协勢裡面,你沒有了一個最大的威脅就是投籃 這個意識很重要,下一課再講 我們先講今天那個搖球 在搖球裡面,我們會有三點 左、中、右 如果你跟我單打,我一般接了球 我知道這個並不是一個投籃的範圍 就是你很近了,站在這裡 你很近我了,我一般的球放在哪裡? 你記不記得,我和你1-on-1的時候,我一般的球放在哪裡? 這裡? 是,我放在這裡 為什麼? 難偷 還有呢? 你覺得我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我一下子放進去 第一,我們有力量去過它 第二,當他的手伸前 是不是? 當他的手伸前 如果我放在這裡 OK? 你有機會被他偷 最重要的是,你沒有能力去對抗 尤其現在NBA改了禮 你放在這裡 以前HARDEN我都這樣跳上來 現在沒有了 是不是? 我們應該放在這裡 我們可以做第一點 搖 加 第一步 搖 然後 轉 過人 不是,一定要這樣 你那一刻被我過了 剛剛你再做一次 搖 哎呀 炒了 我不是說你其實很容易被我過了 如果你不是跳後那一刻 我們第一個動作 我可以搖 加法力 還有可以 避過 頂你 避過 敵人的防守 我們可以這樣掃下去 避開你 所以我們先放在這裡 但你剛剛呢 沒有力量發動 這裡 你搖是靠什麼 手 腰 你手都動不到 你這樣手沒有力 這裡 整個肩膀 這邊有後肩 加上腳 加上核心 由雙二下掃下去 是不是力量差很遠 是的 是的 第二 我放在這裡 OK 壓 我立刻可以離開它 是不是可以立刻投籃 感覺到四眼不入 再來多球 我 兜口兜眠 YES 哈哈哈哈 沒有力量 我先放在這裏,慣性 手不放在這裏,射它 你的手沒有放在我那裏 我放在這裏,我可以看齊了 現在這個防守姿勢很好,明白嗎? 這個第一步,放在這裏,你也偷我不到 你偷我過來 第二,我放在這裏的時候,看到嗎? 我的肩膀已經向著這裏 我過來,我這裏 過了你這裏肩膀 輔助手方,肩膀 過了最貼近你身體這個肩膀,你是過硬它 就算我過不了,當我放在這裏,我運球 我都是,你都是沒得擋的 因為我已經吃了你上方的位置 所以記住關心,一接球,先放在這裏 明白嗎?而且它本身對一動射球 壓是好射很多 你放在這裏的話,你會變得肩膀退 因為黏住了肩膀 好,現在我們先試試做我剛剛的動作 在左邊的肩膀,接球 swing,起動,上腦 我讓球在中間開始 接球怎麼接? 我是不建議你胸口向著我 球 對,很怪的 球 向著那個框,胸口 你的頭看著我就可以了 用肩膀接 是不是很怪的? 你馬上射球了 明白嗎? 要不你想想 我們射手要得分 其實你應該無時無刻都對著那個框 你的頸是可以看的 其實你對著它 跟不對著它的分別其實不大 但是你對著它,要射球你就要加一個轉身的動作 對你影響比較大 明白嗎? 所以我們接球的時候一般都是這樣 一接,我馬上可以射 你亦都更加穩定 亦都更加快 而且同樣了 我們一接,馬上走 明白嗎? 你能夠做到這件事 所以第一件事 接球的時候 實戰 胸口對著我 不用這樣腳 不用 為甚麼你要Swing 不是起 要高分 因為 敵人就在你前面 你接球前 你其實都知道這件事 你不用前後腳 前後腳 是我們在追擊手為止 即是你站在45度 或者令到 我切入 引開敵人 你就one two step 明白嗎? 你就one two step 但是現在你要面對敵人的話 你是要過它 即是已經是想像了 有人是這樣守著你的 所以你就不要一二腳了 你是 就是 跳步 待會我們會再講跳步 先做這個動作 跳步 Jip Swing 起動上籃 停 三威脅 哪三個 射球 前球 前入 你沒有了 只剩下一個 再來說 球 停 你射到球甚麼腳 射不到 又是沒有了威脅 我們應該是這樣 再看一次 接球 真的射到 和真的過到 可以嗎? 準備 不要再對著我 你的頸對著我 就行 是 不可以了 因為你一接就在這裡 其實這個習慣 你是要很刻意去改 大家以為自己做得很好 也是因為你沒有這些細微動作 令到你發力不到 擺斷不到 第二 我們是用核心的 你剛剛已經是重心 因為你已經是這樣 雖然很少 沒有很誇張 但你剛剛已經是這樣 你發力不到 我們是球 直的 看到嗎? 盡量直 因為 起動 因為 射 你明白嗎? 準備 再來一次 不要站著腳 不用這樣 你記住 保持著 我自己以前比賽 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 我的腳踏永遠都離地 這麼少 離地 隨時用力 明白 球 阿豪剛剛做這個動作 幾件事不好 一就是 他完美的話 我們應該要跳滑一步 第二就是 轉 沒有扭過肩膀 你是直線過的 直線過的什麼不好呢? 如果是 鍵住了你的手 你過不了 當然你可以開始 剛剛我這樣 因為我不夠快 沒理會這麼高速 我未必能吃光 整個位置 我就可以一步上纜 就是錯步上纜 去拿回那個位置 都可以的 你剛剛的動作有點慢 CM試試 準備 不要被你的腳鎖死 剛剛的腳就是鎖死了 有一點走步 記住 我們起動的時候 是用核心的 不要用重心走 一用重心走 很容易走步 記住 我們是 一摺 Swing 明白嗎? 再這樣上籃 有一點重心走 我們是用核心壓自己 即是我們先升高人 不用坐下 明白嗎? 再突然壓下去 沒有下去的感覺 再來用核心壓下去 沒有描冉 你記住手是我們其中一部分法力 我們重點法力 核心 因為你要令自己的腳彈出去 再來 不是不是 有用核心力的 因為你沒有停的 你沒有了頭籃 你沒有射到球 還是沒有力 我常常習慣了這一下 這一下法力是不夠快的 可以再快一點 轉下去 這樣 對了 一下拍球上籃 你一定是一下拍球上籃 你不是我 你這個年紀 給你這個彈力一定是一步 你拍少一個球 你就組別人一個身位 拍慢一個球 你就慢別人一個身位 一個身位 你要記住 球 CM就推前了 他推前了 明白嗎 所以一個拍球完了 但你記住 手要再快一點 有機會會吹走步 尤其慢鏡 幫大家檢查的網友 他都會說你大家走步 因為你慢鏡上是走步 不過實際上 人類的眼睛又沒有慢鏡 所以球證看未必會吹 重點是你要很順 行不行 好了 我們先講 今天這個第一個動作